主席 各位委员 本席实在非常遗憾 剛剛的八條之三 因為國民黨委員 為反對而反對 而否決掉 民進黨的提案 民進黨還是希望 能夠在扶助 艱困產業的部分 多盡一些心力 假如這個一千億 沒有法源的依據 那我們很難相信 剛剛賴士堡委員 所說的九百五十億 能夠徹底的落實 跟執行 國民黨最近習慣 掛收對白 我們一直到現在到今天 才要進行表決 最大的爭議 其實就是租稅獎勵 該怎麼給 民進黨主張要一視同仁 不分產業的大小 營鎖稅一律要降到 百分之十七點五 但是過去 國民黨搞不清楚狀況 李樹德昏庸無能 只知道聽從行政院的版本 在營鎖稅百分之二十的基礎上 提供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物流中心 以及營運總部等四項功能 租稅減免 一直到最近 大夢初醒 不只要與民進黨站在同一陣線 甚至 馬英九更加碼 要降到百分之十七 讓台灣成為亞洲 僅次於香港 與新加坡相當的企業 所得稅率 對於國民黨 揚忧對白回頭是岸 本習也在此表達欣慰 但是對於國民黨 實至目前為止 不肯伸出援手 制定法源來救助艱困產業 我們也深感遺憾 要說的是 這個我們新的修法的方向 其實也是去年 覆改會的重要決議之一 當時覆改會 就曾經提出要清稅率 廣稅基 減稅證的稅證改革大原則 主張將產生條例 借其後回收的 租稅減免 回饋給全民 除了降低個人重鎖稅及扣免額 並希望能夠把贏鎖稅的 百分之二十五 一舉降到百分之十七點五 現在國民黨可以把它降到十七 為什麼不願意 再伸出援手 來接濟這個艱困的產業 所以本習在此 還是要再一次強調 並呼籲國民黨的同仁 能夠拿出同理心 能夠拿出你們良心 讓我們在這個產創條例裡頭 制定相同的法源 來支持我們設立基金 對這些監控的產業 提供一些援助 謝謝